大家好,芝麻菜是十字花科芝麻鼠的绿叶蔬菜。 它和卷心菜语于甘蓝时近亲, 它生长极为迅速, 所以人们还赋予它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火箭菜。 芝麻菜适合在凉爽的季节里种植, 所以最佳的播种时期是春秋两季。 它的种子极为细小, 为了能够均匀洒播, 我们可以把细沙和种子混合在一起。 最早在三四月份就可以直接在室外播种, 无需室内育苗。 它喜欢营养丰富,排水良好的土壤, 尤其适合在容器中种植。 均匀地撒种, 然后盖上一层薄薄的土壤。 种植芝麻菜使用蛋铃甲平衡肥料就可以, 不要太偏重于蛋肥, 否则植株容易倒腐, 静夜吃起来也不够脆爽。 同时,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, 不然芝麻菜的苦味就会有所增加。 如果温度适宜, 大约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初苗, 如果气温偏低, 可能会延长一些时间。 把容器放在有足够六个小时光照的地方, 芝麻菜会长得更快,更好。 从初苗到收获, 最早二十几天就可以了, 当最大的叶子长到十公分左右, 我们就可以陆续开始采收。 如果你是一次性的采收, 就可以每隔两到三周的时间, 重新再种植一盆, 这样就可以持续不断地收获。 采收芝麻菜一般有三种方式, 第一,就是采摘外围最大的叶子来食用, 但是缺点是需要点时间和耐心, 但是芝麻菜还可以持续地生长。 第二种采收方式就是连根拔起, 简单快解, 缺点是芝麻菜只能吃一茶。 第三种方式就是用剪刀, 直接剪下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叶子, 然后及时地补充肥水, 等待下一次的收获。 收获芝麻菜的时候, 你就知道为何叫它芝麻菜, 因为你可以闻到浓浓的类似 芝麻里被碾碎时散发出来的味道, 所以有时芝麻菜也被误认为是芝麻的嫩叶。 芝麻菜非常适合生吃凉拌, 做成沙拉食用, 柔嫩而鲜美, 越嫩的叶子口感越好。 当然, 你也可以快炒, 煮汤, 蘸酱, 味道都相当不错。 在超市里, 小小一百多克一盒的芝麻菜嫩叶, 就要卖到五六块钱。 你不放今年的秋天, 再种上一些, 因为它非常容易种植, 又生长迅速。 就要等于芝麻菜育据CU, 也是详细对哦 大小小一百多克、 在这里的年轮状叶、 这是拿出来的、 蒸底的火锅和天盐。